青秋之东北,十里桃林,落荫缤纷,芳草鲜美。 哲言一言不发地看着眼前这个慢慢品着桃花醉的他, 即便是已经知道自己劫难将近,法力几乎殆尽, 也仍然能举止从容,如松柏傲雪,轻竹力然。 哲言终于耐不住了,我只问你,你是不是主意已定? 你要知道这个服下去,不要说那小九, 就是你东华帝君,一时三刻之后,也都是前尘尽旺,恍若重生。 不好吗?东华修长地只扣着手中的酒杯, 笑着说你们所有的人,不都认为这是最好的法子? 让我忘了前尘往事吗?才度这大劫吗? 那就这样吧。东华放下手中的茶盏, 与气似之前那般,只是,凤九跟我已久, 若是知道我用此法,估计会伤心至极, 毕竟我曾答应过他,生生世世不忘。 东华眼中的神色并未逃过折眼的眼睛,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,这个我们早有打算, 这酒也是得骗着小九喝下去的。 我来吧。 哲言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他看向东华, 你要亲自。 有何不可? 你们既然会想到让凤九来哄我, 又怎么不会想到,也只有我才能劝得了他呢? 哲言盯着东华扮想,从须顶中换出一支玉瓶, 推到东华手边,从牙缝里挤出一句, 我真是后悔酿出了这个忘情酒。 话音未落,便甩袖离开。 东华从未感觉到等待是如此之长, 尝到他数十万年的人生, 似乎犹如白居过细。 不过他终是等到了。 他的小狐狸穿着红色的衣裙很美, 他任何时候都很美, 他就如那红色的火焰,热情而跳跃。 他燃烧了他的生命, 看到他青春,他的甜心,他的灵动, 他觉得他的不舍就有了意义。 凤九从那小桥走下,走向东华, 一共走了七十三步。 他的东华这一次没有旁看其他, 也没有故作深沉, 更没有一脸的决绝。 他只是看着他, 看着他一步步地走过来, 他甚至面带着微笑, 他稀动得唇,不知在说些什么。 他放缓了脚步, 这路能不能再长一点, 能不能让他再走慢一点, 让他把这属于他给予的温暖, 永远地镌刻在心底。 当他们之间的距离, 可以让他可以触摸到他额尖的凤语花时, 可以让他嗅到他身上好闻的白檀香味时, 他们之间就如此地停顿住。 帝君,安好。 凤九星星般的眸子望着他, 轻轻地问, 好。 东华微笑着答他, 凤九, 自你登基以来, 做得很好。 凤九咬住下唇, 想逼迫着眼泪回去, 却发现自己如此的无力, 帝君所思, 便是凤九所向。 好。 东华继续微笑着, 他们中穿过那秘密的桃花香, 飘过那朵朵桃花瓣, 他们即使只是两两相看, 也浅浅亦然。 两九, 凤九中是别开了眼。 帝君, 这是哲言让我拿来的陈酿, 请帝君, 凤九从袖中取出玉瓶, 甚好, 东华也将手边的玉瓶推出, 我从来还未与女君共饮, 不如今日女君与我同饮, 全当捕贺的女君登基之喜。 东华, 凤九两人分别直平, 递给对方, 愿帝君太平安康, 愿女君喜乐长安, 两人相试一笑, 共饮而下。 东华, 凤九, 紫袍, 红衣, 两人, 两两相对。 东华从凤九眼中看到了, 从年少轻狂到冷静有礼的变迁, 凤九从东华眼中看到了, 从古井无波到汹涌澎湃的巨变。 东华, 我可以抱抱你吗? 凤九清澈地眼眸, 看着东华, 他温柔地轻声问, 好。 东华微笑着, 轻轻地揽他入怀, 九儿, 你不用后悔, 你做得都很好。 凤九泪如雨下, 他很想用力地抱住他, 却怕如泡影, 他只敢轻轻地依偎着。 九儿, 我答应你的, 永远不会忘。 东华缓缓地说完这句话, 也松开了抱住他的臂膀。 帝君, 保重。 凤九用他能发出的最清脆的声音, 与他的东华做最后的道别, 子如流星雨, 我如海上花。 春色百千节, 只在梦中奢。 女君, 保重。 东华用他能发出的最温柔的声音, 与他的九儿做最后的告别, 子如云尖月, 我如山中雪。 焦光在此夕, 明日常绝绝。 在桃花纷飞的十里桃林, 一人东, 一人息。 保重。 一别两心伤, 从此消狼是路人。 滚烫的泪水, 完全冲出了理智的束缚, 纷纷跌落桃花雨, 凤九不敢回首再凝望。 他怕他的纠缠反会害了他, 他本就是一个随性之人。 东华帝君对于他来说, 不是前程往事, 而是他爱与梦想。 他要他的东华活着, 好好地活着, 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曾经的天地共主, 是四海八荒沉浮的帝君, 只因为他是他爱的那个人。 只要我一人记得就好。 他反手一掌推至胸前, 时成时的力, 生生逆回了刚刚喝下的忘情酒。 顺时, 一口鲜血喷涌而出, 天晕地转, 正要倒下之时, 被一旁哲言一把扶住, 看着凤九惨白的脸, 染血的唇, 他不忍, 别开眼。 哲言, 不要告诉他, 你何苦。 紫袍宽袖中的双手紧紧攥着, 无数个念头在叫嚣着, 东华心台谨慎的清明, 告诫着他自己, 不可回首, 不可留恋。 他活了近四十万年的岁月, 他早已无畏生死, 但是他上青春年华, 怎可因自己的私欲, 而万劫不复。 忘了吧, 小狐狸, 但是这万千的情愫, 将会随我之灰飞烟灭。 他落下重重的一掌, 唇边已有一丝血痕, 剧烈的咳嗽, 吐出一口吃筋血。 帝君, 你, 正迎上前来的私命大惊失色, 正欲搀扶。 帝君摇手, 勉强支撑, 不必。 继而, 他又抬头盯着一脸担心的私命, 私命, 不要告诉他, 绝对不可以。 帝君, 私命身身一一, 久久, 为其身, 地面上显出些类子, 将此交给天君夜华。 东华递出一封信奸, 去吧。 私命取过信奸, 幻化而去。 帝君走在空际的宫道上, 一个人, 穷穷竭力。 走进太陈宫, 宫门轰然何起。 与君同舟, 愿我如星君如月, 夜夜流光相皎洁。 且说, 私命一路赶赴喜无功, 半客也不敢停留, 待他赶到喜无功时, 见天君夜华, 与天后白浅已经等在宫门前。 帝君如何? 还不等私命行礼, 天君夜华已经迫不及待地发问。 私命斟酌再三, 摇了摇头。 夜华脸色一暗, 摇了摇头, 帝君他终究海誓。 私命不再多话, 从秀内拿出刚刚东华帝君交给他的信间。 帝君让小仙将此信间交给天君。 夜华连忙展开信间, 那信间上的字字句句, 如铜锤砸在他心上, 不好。 夜华来不及留下其他言语, 隐身而去。 私命急忙跟上, 而天后白浅眉头紧锁, 也暗道一声, 坏了。 捏了个御风绝, 朝着青秋方向而去。 帝天君夜华感到太成功, 赫然发现, 太成功早被仙法禁锢, 整个笼罩在夜色之下。 九重天之上其实是没有黑夜的, 只是偶尔有些个有情趣的神仙, 会掐个黑夜皱, 看得星星和月亮。 而如今, 太成功的上空已成黑夜, 夜华心中越发觉得, 事情可能更糟糕。 他转头问向私命, 帝君是否与你说过什么? 私命偏着头, 思考力会, 没有, 帝君并没有叮嘱小仙什么要紧的话, 只是说带他从十里逃灵回来后, 要闭关打练一法器, 再就是, 要小仙将这信件交给天君, 其他并无什么。 私命回答了半想不见夜华发话, 忍不住问道, 不知帝君在那信件中交代了什么。 夜华顿了顿, 正带出声, 就见连宋大不留心地往着太成功赶来, 夜华, 帝君如何? 人还未走到跟前, 就急忙发问, 见夜华, 私宁只是摇头, 他就很是懊悔地用扇子拍了下脑袋, 我就说, 帝君怎么会这么容易被我们劝动, 他何曾为什么妥协过, 这次是我们太武断了。 刚刚赶到的莫渊, 见到他几人的面色, 也明白事态更严重, 一言不发。 事到如今, 说这些也无用, 现在帝君设了仙杖, 我们进不去, 虽说帝君如今法力尽失, 但是我们如果强行进入, 恐会因为破这仙杖伤到帝君, 再加上帝君刚刚服用忘情酒, 估计更是法力微弱至极。 那帝君为何还要打炼法器? 法器? 帝君他哪还有修为? 除非是, 几人面面相去, 再也不管不顾, 化了仙杖, 闯入太陈宫内。 临进去之前, 叶华换来添书, 命令他重兵把守在太陈宫外, 并除一切闲杂人等, 严禁传出任何消息。 此时的太陈宫早非常日之景, 花树雕落, 枯叶满地, 平日帝君最爱室内点满火烛, 烛光摇曳, 而此时一片漆黑, 连宋从唤出夜明珠, 三人忙向太陈宫正殿去。 他们还没有靠近这正殿, 就被强大的力气所射, 不得不往后再退两步。 看来, 帝君同这妙衣会明镜就在此处, 连宋皱着眉头, 焦急着不知如何是好。 叶华点了点手中的信间, 帝君留了一封信于我, 信中交代了天地之中的秘心, 并且还将其征战四海八荒时的, 其麾下七十二大将现今的隐居之处, 也告知于我, 最后还交代, 要将与他征战多年的苍和剑画形, 送予青丘女军白凤九。 说到这, 三人军已明白, 东华帝君已经将这羽化之后的事, 一夜安排妥当, 他从未有要饮下忘情酒的想法, 他只是想哄着凤酒喝下罢了。 要知道, 在通常的仙家来说, 法器一般都是物, 但是其实凡是修仙佛道之大成者, 他们在不得不羽化之时, 亦会用自己先身为法器, 化成一威力无比震慑似语的上古一宝, 来交托给后继之人, 以助他们稳定天下。 神农昔日炼之百药之谷顶, 正因积聚千年来无数灵药之气, 据说能炼出天界诸神, 亦无法清得之曠世神药, 并隐藏其他神秘之力量, 后神农羽化, 便原身与顶聚为一体, 成为震慑天地的法宝。 而如今, 东华帝君应当就是做了这个打算, 打算原身神圣记内妙一会明镜, 镜化妖西, 与之化为一体, 望自己羽化后仍然可以镇守这四海八荒。 此时, 这四人已经面色苍白, 他们明了, 如今已是万事徒劳。 而另一边, 天后白浅赶至青秋时, 青秋湖里洞中也是忙乱成一团, 白浅见着凤九, 脸色灰白地躺在床上, 心动已明了, 但是还是拉住急忙正往外去打水, 给凤九擦脸的米骨, 小九, 他是, 还能如何, 他生生地用了石城石的掌力, 将自己喝下的忘情酒逼了出来, 刚刚又吐了好些血, 折颜上神给他扶了乌金回神丸, 方才好了些, 真不知道这东华帝君究竟给女军下了什么咒。 米骨回头看了, 凤九一眼, 跺着脚, 走出洞口, 小九, 你竟然如此决绝, 和那人是一模一样。 白浅坐在床边, 伸手将被子拉了拉, 他心中懊悔, 当初他们有这个主意的时候, 他就想过, 可能是这样的结局, 只是他没有肯定他们之间的相爱, 能爱到这样的地步。 他们与之前他与叶华之间终归是不同, 他们相爱如丝, 却又是如此的坎坷流离。 刚刚见到叶华与私命脸色不渝, 不说他也知道, 估计这东华帝君是凶多吉少了, 那小九怎么办? 他还记得当初以为叶华生死, 自己万念俱灰地抱着叶华在弱水河边坐了三天三夜, 恨不得与他一起去了, 而小九刚烈决绝更甚于他, 那若是小九知道东华帝君羽化, 那该怎么办? 正当他思绪万千之时, 凤九浑身颤抖, 白浅忙压住凤九的双臂, 口中嘀嘀呼唤着凤九, 小九, 小九。 凤九不但没止住站立, 反而越发地严重了, 白浅赶忙捏纸, 欲使个昏睡觉让凤九睡去, 就在这时候, 凤九拽着白浅的手猛然坐起, 口中利呼, 东华。 凤九已然转醒, 凤九这一醒来, 让白浅吓了一跳, 他上下打量着凤九, 连声问道, 小九, 怎么了, 是哪里不舒服? 凤九侧头一看, 系在脚踝上的佛灵, 那已然失去光彩的佛灵, 以及那贴近皮肤的灼热感, 全然告知了他, 佛灵园主正在性命攸关之际, 不, 帝君, 东华, 我要去找东华。 他一把掀开锦背, 起身就要离床, 他看到白浅要阻止他, 他恳切地看着白浅, 姑姑, 你不要拦我, 你也知道你拦不住我的, 我现在必须得去见他, 白浅看他一脸一意孤行的架势, 他叹了口气, 我不拦你, 也拦不住你, 你和你的东华帝君, 都是一意孤行之人, 既然如此, 何必喝那忘情酒? 什么? 帝君他已知, 他没有喝下, 凤九越发着急, 却发现白浅仍旧拉着他的胳膊, 凤九正要出声, 被白浅打断, 我是怕你身子弱, 我且度点真气给你, 你也可以支撑这些。 说吧, 白浅与他双掌相抵, 郑玉将度了真气于凤九, 却发现凤九体内有骨极唇的修为在运转, 他心中疑惑, 但也来不及细想到, 只能放弃, 说道, 趁着王二哥还没有来, 赶快走吧。 两人疾伏太成功, 一路上凤九并不说话, 白浅直到他心急东华, 也不再打扰, 而此时的凤九, 却是在眼前不停浮现刚刚脑海中之景。 他恍惚见到位于天之尽头, 立有块巨石, 在巨石的右侧, 竟然长了一株凤女花, 此花悄悄绽放, 摇曳多姿, 而一旁却是一紫一红两个身影打得不可开交, 飞沙走时, 金戈交接, 天地无光, 百事招后, 红色身影逐渐落了下风, 就听一个铃声似的女生说道, 不就是一株破花, 至于非要与我打伤这一架, 还用全力, 行了, 行了, 东华, 我不打了, 东华, 东华, 他一吸看见那紫衣, 白发的少年向他走来, 不是东华是谁, 但那是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华, 一个眼中闪烁着桀骜不驯的东华, 他向他走来, 他能看见他吗? 少年的东华走到他的面前, 弯腰蹲了下来, 用手扶了扶, 拿微凉的手指触碰, 这时凤九发现, 原来他就是这朵凤语花, 这朵凤语花就是他, 瞬间一团光滑笼罩着他, 就听见那女子惊呼, 东华, 你是发什么神经, 竟然还给了这朵花几万年的修为, 还度了他灵气, 你真是个疯子, 少婉, 刚刚动手前你, 可是答应过我, 只要你输了, 你就保着凤语花在你魔界平安, 若你不守承诺, 我倒是不介意把你的胳膊卸下来重新装, 你, 凤九不知道, 为什么自己能见到这些, 只是感觉体内果真有充沛的灵气, 与修为在四处乱窜, 冲得他有些眩晕, 疼痛, 凤九也不及细细琢磨, 他直觉告诉自己, 他与东华英是有前缘的, 也许知晓这些, 有那忘情久的缘故也说不定, 凤九就这么一路琢磨, 直到太成功前被拦下才回审, 这是为何? 天后白浅向天叔问道, 回禀天后, 天君下令守卫太成功, 外人一概不可入内, 天叔一脸的禀宫执法, 凤九有些着急, 因为他看见太成功这非压压的天色, 总有些不祥之兆, 他准备硬闯, 白浅拍了拍他的手, 天叔, 你可否看清楚, 天君夜华在太成功内, 本后怎是外人而不可入, 而小九与帝君, 当初你在弱水之冰也是亲眼所见, 还需要本后多言, 白浅历生提点的天叔, 幸而天叔并非是死板之人, 思考了片刻, 便撤下违障, 让两人进去, 等到姑子两人赶至离正殿石杖开外, 便感受到极大的压迫之力, 夜华见姑子两人匆匆而来, 虽不意外, 但也有些责备, 你怎好进来, 还带着凤九, 白浅一听有些不高兴, 我来怎么了, 小九来怎么了, 难道此时还要用捆线所困住, 我们不成, 夜华见他有些怒意, 便知道, 白浅是想起弱水之冰的那件事情了, 他又想想如今之景, 与当时竟然不差, 只是这人换了罢, 想到这, 他明白自己也没有什么反驳的权利, 夜华索性也长话短说, 将帝君如今的打算说了个清楚, 凤九听罢, 面色惨然, 他知道东华是执拗的一个人, 但是他没有想到, 他会为了一个承诺执拗到这个地步, 而他东华也可能没有想到, 他的小狐狸也学得和他一般的执拗, 怎么办呢, 凤九朝着正殿走去, 之前一直在旁守着的连颂, 私命, 连忙拉住他, 女君, 凤九对他们笑了笑, 然后摇摇头, 你们知道我的, 听到这个, 私命缓缓地松开了他的衣袖, 两人东面露悲气之色, 侧身让到一边, 凤九每向正殿走出一步, 就能感觉到那逼迫的力气, 在身上无形地搁上一道, 当他走进制殿门三四丈远时, 已经有些支撑不住, 他能听见身后姑姑哭泣的声音, 还能听到私命低声喊他的声音, 这时他脚踝上的佛灵响声大作, 你不该来, 从太成功的正殿, 终于传出了东华帝君疲惫的声音, 我想你是应该知道, 我最终会来的, 凤九没有停下脚步, 虽然有些蹒跚, 你应该知道我有多执拗, 可能和你一样执拗, 不, 甚至比你还要执拗, 东华, 你应该记得我对你曾经说过的话, 你生我生, 你死我绝不毒火, 在他说完这话, 太成功的上空更是狂风大作, 电闪雷鸣, 东华, 你不要动气, 一股剑气迎面而来, 替凤九挡在前方, 为他挡住越来越狠的力气的, 正是东华帝君的配件仓盒, 凤九心中知道, 这是东华为他能做的最后保护, 现在连这仓盒剑也给了他, 那他如何, 这妙议会明镜灼熄, 力气太重, 我如今法力微弱, 护不了你, 这真的会伤了你, 东华讲得有些急, 又猛地咳起来, 这妙议会明镜和朱仙台, 一般都是力气极重的, 一般的仙都要绕着走, 更何况这白凤九, 这还未飞升上仙的九尾狐, 他每走的一步, 都犹如走在刀林剑海之中, 凤九依旧咬牙前行, 唇边已然出现血痕, 凤九身影越发淡了, 似乎灵力, 都要被妙议会明镜的力气吞噬干净, 后面的一旁众人, 一方面被力气所射, 一方面, 在妙华镜前使不出半点法术, 想要拉住凤九也不能, 只能看着凤九一意孤行, 笼罩的乌云愈发浓, 凤九眼前一片昏暗, 只在闪电时才划出一线亮光, 但闪电过后, 接着便是隆隆的雷声, 那雷声好像从头顶滚过, 然后重重地一响, 炸了开来, 就在凤九支撑不住将要倒地之时, 终于那个紫色的身影居然掠过, 为他挡住迎面而来的力气, 以抱住了他, 东华, 凤九想咧开嘴笑一笑, 但是有些疼,